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接下来关心北海岸的消息 新北市长当选人侯友宜 18号是再度来到了金山区 青农王玉亭的香草园中 除了关心之前来访时 见到的工作机 也鼓励溜了大雨过后 还在走重建路的王玉亭 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 新北市长当选人侯友宜 趁着大选过后就职之前 走遍新北各区进行一趟感恩之旅 今天来到金山区 新北青年农夫联谊会会长 王玉亭的香草园中 除了感谢选举期间 王玉亭的帮忙与支持 还要来关心这片经历 多次水灾被冲毁又复苏的 香草园状况 上次来的时候就希望 我们的观光休闲产业 尤其农业这一方面 能够结合理由 能够把它带动起来 所以那时候来看它 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个亮点 多做一点 也特别介绍用工作鸡的方式 就是养一匹鸡 专门帮它除草除虫 没想到隔一段时间 刚好那个鸡被野狗咬了 所以上来给它关心一下 冷冷的天气一起喝一杯香草茶 侯友宜除了关心香草园的恢复状态 也检视了一番农田排水设施 顺道一并看看之前来访时 见过的工作鸡鸭 期待透过关心 要给靠天吃饭的王玉廷 一些支持与鼓励 而在六二大雨过后 一年多的时间 虽然重建之路还没走完 但香草园逐渐恢复生机 侯市长过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也是来道场关心 就是六二水在所发生的 土石流的一个整个进度 那目前进度已经好了 那现在就是会有一个 夏天的水的话会比较不够用 那侯市长这边也有请 请那个区长 还有我们在地的那个里长 帮忙我协助这个水源的一个问题 因为当初他过来的时候 有一批鸡 那也被流浪狗给咬死了 那这一次他过来 也是关心流浪狗的这些问题 那看怎么去妥善的安排 比如说 例如说流浪狗的一个 安排的方式 那怎么让 让我们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之下 机制不要再被狗扑杀掉 再来就是也关心说 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面 那我们的种植 现在目前我们的种植 是不是已经可以回归到 往以往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场域 这样子 那希望说 他用那个精神和态度 重新站起来重新再做 那我今天来看很好啊 他的有机香草还是种得很好 有机饼干做得更香 更好吃 有机有机茶 有机香草茶 蓝色的变紫色的 非常好喝 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我说如果在这里弄个小庭宴 游客可以来这里休闲的享受品茶 不一样的风味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这个休闲农业的一种 带动我们在地创生的一个好榜样 而王玉婷也相当感谢侯友宜的来访 在侯友宜的鼓励之下 未来会继续朝着复原的路 大步迈进 而香草原的环境 也将会有不一样的改变 坚持有机这条路 继续在新北的土地上耕耘 要与侯友宜一起并肩 共创更友善的新北家园 记者大平函 金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